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脑科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脑的秘密花园 创意的神经土壤 二、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 追寻遗忘的踪迹 三、情绪的云端储存 大脑如何辈分感受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脑的秘密花园 创意的神经土壤 各位亲爱的智慧追寻者 今天我们要来探索人类最神秘的迷宫 大脑 特别是那块孕育创意的丰饶土壤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戴上神经探险家的帽子 深入这个秘密花园 看看我们的创意 是如何在这片土壤中生根发芽的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大脑的土地管理者 神经元 这些小家伙是大脑中的工作狂 他们通过电信号和化学物质不停地交流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 当你有一个新奇的想法时 那是因为你的神经元们正在开派对 互相碰撞出火花 创意的土壤 就是大脑中的前额叶 这里是执行功能的总部 负责规划 解决问题和意志冲动 当你在努力想出新典子时 前额叶就像是一位严格的园丁 修剪掉那些不纳膜有创意的质押 让那些真正独特的想法得以茁壮成长 但创意不仅仅是前额叶的功劳 它需要整个大脑的合作 想象一下 你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乐团 每个脑区都是一位乐手 而创意就是他们合奏出的交响曲 当你在深夜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大脑的团绝 定开一场午夜经洗演奏会 有趣的是 创意有时候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 比如当你在淋浴或是散步的时候 这是因为当你放松时 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就会启动 这个网络就像是大脑的空荡荡案家 当你不专注于特定任务时 它会开始整理和重新组合你的想法 就像是一位内心的艺术家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画出了一幅杰作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大脑中的神经可塑性 这是大脑适应新学习和经验的能力 每当你学习新技能或接触新想法时 你的大脑就会重新布现 就像是园丁在土壤中拨下新种子 让你的创意花园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让你的创意花园繁盛 记得给你的大脑一些水 保持水分很重要 充足的阳光 也就是新鲜的经验和知识 以及偶尔的放松 让DMN来点魔法 这样 你的创意 就会像花园中的野花一样 自由地生长和绽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 追寻遗忘的踪迹 各位尊敬的听众 学生 网路上的知识探险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非常迷人的话题 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 这些猎人不是穿着皮加克 手持鞭子的印迪安娜 琼斯 而是穿梭在大脑迷宫中的神经科学家 心理学家和记忆专家 他们的目标 追寻那些遗失在脑海深处的珍贵记忆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记忆是如何工作的 想象你的大脑 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而记忆是 放在书架上的书籍 当你学习新事物时 就像是在图书馆中增加了一本新书 但是 这个图书馆没有图书管理员 所以 有时候书籍会放错地方 当你需要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遗忘 现在 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 就是那些专门研究如何帮助 你在这个无序的图书馆中 找到你需要的书籍的专家 他们使用各种技巧和策略 就像是一张藏宝图 帮助你找到那些似乎遗失了的记忆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情境线索 这就像是 你回到了过去某个特定的地点 突然之间 那些在那个地方发生的记忆 就像是被魔法唤醒一样涌上心头 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将记忆 和当时的环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所以 如果你忘记了某个人的名字 施主回想 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另一个策略是情绪线索 情绪强烈的事件 往往比较 不容易被遗忘 这就像是你的大脑给那些记忆 打上了重要 我的标签 所以 当你试图回想一个特定的记忆时 想想当时的情绪 那些记忆可能就会像是海浪一样涌回来 但是 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也会告诉你 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 有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像是一个过度热心的编剧 给那些记忆添加一些创意的元素 这就是卫视魔有时候人们 会对同一件事情有截然不同的回忆 这也是卫视魔在法庭上 目击证人的可靠性有时候会受到质疑 最后 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 还在探索如何利用这些线索 来帮助那些患有记忆障碍的人 比如阿兹海默症患者 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科学的探索 也是对人类记忆深处的一次深情的旅行 所以 下次当你在寻找那些遗失的记忆时 记得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群记忆线索的宝藏猎人 正在努力地为你指引方向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你还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宝藏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绪的云端储存 大脑如何备份感受 各位亲爱的网络游民 情感探险家 以及偶尔需要重启系统的心灵工程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情绪的云端储存 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如何备份我们的感受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去幽默 你知道 大脑为什么不会被骇客攻击吗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 情绪 这个密码是如此的独特和个人化 以至于有时候 连我们自己都忘了怎么解锁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大脑是如何进行情绪备份的 首先 我们的大脑 有一个叫做海马回的区域 它就像是一个内建的USB随身碟 专门负责记忆的储存和检索 当我们经历一个情绪化的事件时 海马回会和另一个叫做性人和的区域合作 后者负责处理情绪反应 这两个区域一起工作 就像是将我们的情绪 照片上传到大脑的iCloud中 但是 情绪备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次我们回想起一个情绪记忆时 我们的大脑都会进行一次更新 有点像是给记忆安装了一个新的滤镜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 可以对同一件事情 有完全不同的记忆 因为他们的大脑 选择了不同的情绪滤镜 有趣的是 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进行一些 非常人性化的操作 比如 情绪压缩 当我们的储存空间不足时 大脑会自动压缩那些 不那么重要的情绪记忆 让它们占用更少的空间 这就像是将一些不常用的应用程序 移到云端硬盘上 以便为更重要的事情 腾出空间 当然 就像任何技术系统一样 大脑的情绪备份 也有可能出错 有时候 一些情绪记忆可能会同步失败 导致我们对某些事件的记忆 变得模糊不清 或者 当我们经历创伤后 大脑可能会进行 一种强制同步 不断重播那些痛苦的记忆 就像是一个卡住的重播按钮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大脑的情绪备份系统 是非常私人的 它不仅仅是记录了我们的情绪 还记录了我们的个性 经历和价值观 这就是卫视魔 当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给他们一个 进入我们内心世界的特权访问权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情绪波动时 不妨想想你的大脑 正在做什么样的技术操作 它可能正在进行一次紧急备份 或者只是在进行一次 例行的系统维护 无论如何 记得给你的大脑 一些耐心和爱护 因为它是你最珍贵的 情绪云端储存库 各位智慧追寻者 今天我们一起 探索了大脑的神秘世界 以及创意 记忆和情绪的奇妙之处 我们了解到 大脑是一个充满活力 和想象力的地方 创意就像是在这个秘密花园中 生长的野花 需要我们记忆关注和呵护 我们还了解到 大脑中的神经元 是创意的土地管理者 而前额叶 则是创意的肥沃土壤 创意需要整个大脑的合作 就像是一支交响乐团的合作 而当我们放松时 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开始启动 帮助我们整理和重新组合思维 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 在记忆方面 我们了解到 记忆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记忆线索的寻找和储存 记忆线索的寻找 有时候需要我们回到 特定的情境或情绪中 而情绪强烈的事件 往往更容易被记住 然而 我们也要意识到 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 有时候我们的大脑 会添加一些创意的元素 导致不同的人 对同一件事情 有不同的回忆 最后 在情绪方面 我们了解到 大脑是如何储存 和备份我们的感受的 海马回和杏仁 合适这个过程中的 关键区域 他们帮助我们 记录和回忆情绪化的事件 然而 情绪备份也有可能出错 导致我们对 某些事件的记忆 变得模糊不清 或者反复重播 作为六博士 我要告诉大家 大脑是一个 充满神奇和谜团的地方 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等待我们去探索 我鼓励大家 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 继续探索大脑的奥秘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